大家好,我是郭瑞 又來到我們數學常犯錯系列的一些議題 今天來到第五集 今天郭瑞會說關於光年的問題 究竟光年是甚麼? 很多時大家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光年應該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甚麼是光年? 如果同學看卡通片的話 應該會知道光年最熟悉的就是這個光年 對了,就是巴斯光年 如果有十光年又如何? 就是有很多巴斯光年出現了 還有S,知不知道? 搞笑就搞笑完 希望大家可以提醒一下興趣 究竟甚麼是光年? 現在郭瑞和大家解釋一下 光年其實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究竟光年有多長? 其實在真空一年內光行的距離 大概是9.46兆公里 即是有多遠? 即是有946後面有很多個零的公里 大家數一數究竟有多少個零? 看看是946後面有10個零 如果換算做錢給我 郭Sir也挺開心的 無論是甚麼貨幣也好 我想也很誇張的 即是我們圍繞著赤道走來走去 是二千多萬次 你想想 如果坐太空船 在地球周圍圍著赤道 不停地轉 其實轉幾個圈 你不會頭暈的 放心 因為赤道夠大 為甚麼我們要用光年這件事呢? 用光年其實是表示很長很長的距離 剛剛如果用功力去表示 你也看到有多少個零的存在 一光年就已經有10個零了 你想想 再多些光年的話 究竟怎樣算好呢? 例如我們說太陽系 在一個星體和另一個星體 或者一些行星的距離 我們都可以用光年去表示 例如我們已經知道 太陽系最近的行星 就是班人馬座比倫星 大概相距4.22光年 繼續說說 光行一秒大概是兩億多米 相對於大概接近30萬公里 我們也可以說說光分 光秒來表示 當然光年是最為人所知的一個單位 而我們用一個客機去表示 一個客機通常他們的速度 大概每小時走885公里 如果一架飛機要飛一光年 究竟是要多久呢? 大概是一百二十二萬年 即是說如果你在飛機上一直飛的時候 不知道要過了多少代 才會看到一光年去飛的存在 一百多萬年 你想想 其實中華古代都是五千年歷史 一百多萬年其實很遠很遠很遠 到時真的要一次的時間 但是如果一個光 由太陽的光來到地球 大概只需要八分鐘的時間 因為光傳送的速度夠快 哪怕距離有多遠也好 就是八分鐘 如果用這個八分鐘去換算 究竟距離有多少呢? 大家就計算了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很容易令人混淆的呢? 有好幾個的 有些關於千瓦時和瓦關系 尺和平方尺 尼米和串 磅、公斤、斤、兩 還有其他不同的單位 特別提一提就是 如果大家去買樓的時候 說多少尺、多少尺、多少尺 其實代表有多少平方尺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平方尺才能夠代表到一個面積的單位 尺只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大家都可以想到 剛剛郭Sir和光連的關係有關的 大家不妨在下面留言 郭Sir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光連的話題 也和大家很有興趣了解多一點的東西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朋友觀看 和Like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